找來好萊塢女星 珍妮佛阿尼斯頓代言 以奢華頭等艙 專做高端客群 今年也才剛獲評為 全球最佳航空的阿聯酋 現在被一名女老師痛斥 從杜拜飛回台灣時 在飛機上被空服員徹底羞辱 女老師表示她在上廁所時 發現有人要開門 以為旅客開錯門 本能用手擋一下 沒有想到下一秒 空服員強行闖入 她褲子還來不及穿 全程遭門外 數名男女空服員及乘客目睹 女座廠長甚至質問她 是否抽煙或噴香水 女老師覺得她根本沒做錯事 卻遭不合理的對待 她的SOP就是說 空服員會先敲門 她會先摸一下 這個廁所門的溫度 然後也會先敲門 如果發現這個溫度 不是很高的話 敲門沒有回應的話 或是有回應的話 她都可以直接把門打開 在這個民航法裡面 就是說任何的事情的話 都是非安第一 那個人隱私第二 那非安安絕對是最優先的考量 阿聯酋以書面聲明 表示當天洗手間區域 煙霧探測器警報響起 空服員一航空法執行勤務 讓旅客感到不適也已盜竊 現在也由民航局局中協調 記者綜合報導